應該說明之前,我先問一下有誰沒有用過我們的唱片 帳號都沒有 兩個 三位老實的說 是不是老師 有嗎? 老師有帳號,我記得,我幫他穿 所以只有兩位嗎? 這兩位沒有帳號嗎? 三個,還有嗎? 老師我記得,我幫你租出來 沒關係,我先給大家提示,就是你可以到 我剛才是比較懶惰,NTU 然後SciFi的N 然後這邊有個標籤 有個標籤,記住我,我等等就不會再講 如果沒有帳號的,就是記住下這個流程 就是你在 Google直接打NTU SciFi的N 然後這邊有個標籤 那其實他都做得蠻 繼續閱讀,然後這邊有一個註冊網頁 對不對?這邊就有了 所以 所以這邊就可以到NES 然後進行註冊 到這邊的問題嗎? 可以齁? 那這邊的話,就是輸入你的 first name, last name, email 那email一定要是 台大的email 一定要台大email 然後 Job title就是取決你是 什麼Job title 然後 這邊有名字 然後 帳號密碼 名字 然後再來一些安全的問題 然後註冊 然後他就會寄一封信到你的信箱裡面 然後你再激活他就可以了 好,那 如果你本身 已經有帳號 但是你忘記的話 忘記的話 那就麻煩你 嗯 你一樣點擊 像剛剛這台大這邊 有一個叫Sci-Fi的 這個連結 你點擊進去之後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登錄過了 我就把它Lock out一次 那這邊有一個 不能登錄 假設你有帳號密碼 那你沒辦法登錄 你就點擊這個 點擊這個 然後點擊這個完之後 你書領的 學校的E-mail 或是你當時的 使用者的名稱 然後他就會馬上 馬上寄一封信到你的信箱裡面 這樣OK嗎 好,那這個我們就 真的又不介紹了 因為今天這堂課是 這堂課是沒有操作的時間 對啊,所以就一直介紹 一直介紹 然後最後 下課可能大家操作 然後我還在這邊 留一點點時間 OK 所以我剛才介紹就是 有兩種情形 一個是你沒有帳號的時候 一個是有帳號的時候 所以 有帳號的時候 沒有帳號的時候 你就頂級這個註冊網址 然後就填一些資料 那這個註冊網址呢 是只有for 台大的註冊網址 就是其他學校是沒辦法 用這個註冊網址註冊的 是OK嗎 因為他會去辨別 因為每一個學校 有每一個學校的註冊網址 然後每一個學校 有每一個學校的IP 所以我們會去做辨識 OK 好,那 那我們繼續說明上課嗎 好不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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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知道就是 有些是可能用很多 用很久 然後有些可能沒有用過 那 那無論如何 就是今天大概會從比較 簡易基本的介紹 然後一路到就是 可能你有比較 專業的問題 或者是操作上面的問題 那或者是你的 你本身在做哪些研究 如果你想要詢問的話都可以 好 那 今天要介紹的 這一個 平台叫Syfi的Discard Platform 那它是ACS的一個部門 CS所建立的一個Data Base 所以你可以 ACS就是像期刊 對不對 那CS它是專門在把 像各個期刊 或者是各個專利局的內容 我們把它整理到我們的Data Base 所以在我們Data Base 不僅僅有ACS的期刊 那其他期刊也會涵蓋在裡面 好 所以我們是 基本上我們是一個 做Data Base的一個 一個單位 對 那 所以大家很清楚 就像每個chemical 它可能有case number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連接掛到這邊 就是 其實case number 其實就是我們對於物質的一個 編號的一個檔案夾 好 一個檔案夾 好 那我們最早就是 在1907年就開始做所謂的資料的收集 所以 這些資料其實就包含像是 你可能不一樣的期刊公司 不一樣的專利局 然後 我們就把它 資料把它 把重點資料把它寫成 像以前寫的一個CA index 然後現在出光碟榜 然後光碟的版本 然後現在出現一個叫做 Sci-Fi的Discard Platform 這個版本 好 所以 我們 所以我們目前涵蓋的內容 其實相當 相當廣泛 那 目前我們專利的授權 大概全球 大概109個專利局 有關於化學 醫藥類的資料 都把它授權到我們資料局裡面 好 那 舉例來講為什麼 我們的資料 會比 應該說比坊間的一些資料 它還要 還要 強大的原因 是因為 因為我們裡面會有一些 所謂的 除了用電腦掃描以外 我們還會有一個 科學家 也就是說他把內容看完 把前因後果 把前因後果 把它做標誌 什麼叫做標誌 就是說 像 可能有些時候 可能 這篇文章 你必須要去了解 前因後果 你才會知道 像他這邊所提到的物質代號是什麼 所以 舉例來講 假設 像這邊 它是一個簡單的合成的步驟 那這邊寫出 它得到一個 Dissert Product 所以 前後 你沒辦法用電腦去掃描 就是 它Dissert Product 是什麼樣的結構 所以這時候就需要 我們裡面的人 去把它標示出來 是這個結構 那 我們還會做哪些動作 就是說 像這個結構 我們可能會賦予它一個角色 也就是說 它在文章中是做 合成 它是做分析方法 它是做晶體結構 它是做分析的 那我們就賦予它一個 一個 一個結構角色 對 那 所以 CS目前所提供的 服務 蠻多種的 那 一般的學校來講 它是訂購 所謂的CS Safari 的Discar Platform 那等等我會介紹 這platform 哪些的範圍 那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有一個 算分是給製裁局 或是製裁局 或者是比較專利 專利比較 Xperl的一個 一個工具 叫XTN 那我們有一個 出一個叫Pattern Explore 是專門做分析 分析專利地圖的一個工具 那還有一個就是 客製化服務 也就是說 你可能你想要 關於化學 你想要 幫我們 請我們幫你去做 預測 請我們幫你做Data Base 都可以去做 對 那 所以今天會集中在介紹 就是Syfi的N Syfi的N 那 那 Syfi的Data Playform 目前有三個平台 所以你今天在學校的範圍內 你都可以用這三個平台 一個叫Syfi的N 那 它是比較綜合性的一個搜尋工具 也就是說 它可以搜尋像 五銀線反應 物質 供應上資料 然後生物序列 然後還有像 Near成分析 也就是說 我們的Near成分析 現在 可以做到就是 我們可以丟全新的結構 請他去做一系列 Near成分析 好 那 因為 因為我們所講的就是 除了 這些功能以外 我們後來也發現 就是說 有些可能它是做配方的 它可能是藥廠做配方的 所以 或者是它可能是做一些 技型的 或者是做一些 像做膠的 它就蠻注重符合的叫配方的 或者是像阿狗農業的 它可能會主動在一些配方 所以我們後來也把這些資料 如果有提 有做配方的 我們就把它做成一個叫配方的資料庫 叫做 Formulas 如果有一個 在下面我們有開一個另外一個平台 叫做分析方法的平台 也就是說 假設今天是做 你要查詢 空氣中的本環的分析方法 然後我們在這台上面去做介紹 好 知道沒問題 好 那 第一個 我大概先把這些功能 大概簡易的介紹一下 就是說 Syfi的N 它可以做像是 很標準的像 文獻的搜尋 那 文獻搜尋 它可以做所謂的關鍵字的搜尋 它可以做所謂的 關鍵字搭配結構的搜尋 也就是說 今天想要 假設我今天想要找某個結構 有沒有在這一個關鍵字裡面 有哪些的文章 我可以用這種方便的搜尋 那 我也可以去加很多的像 大家知道 布林語法就是 end or not 我也可以在下面加end or not 也就是說我可以加title 是哪一個 這個文章必須哪個title 這文章必須要是哪一家公司的 我都可以用這種所謂的 交叉式的方法來去做查學 那當然就是說 左邊這邊是 這個介面是我們把 我們的 我們 這個是我們搜尋完任何結果 它都會呈現像左邊這一種的篩選的工具 所以現在其實蠻方便的就是說 你可以用點的點一點 然後它就把 可能跟你剛剛所想要查的文件的一些邏輯呢 用哪些文件它就把你跑出來了 好 那這次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像你在這邊每個文章 你可能找到某些文章 你可能就要進去裡面看嘛對不對 那你進去裡面看呢 我大概說一下我們進去裡面看哪些功能 我們目前有像每個文獻裡面 它的一些基本的號碼 什麼DOI number等等的 這是沒問題的 那專利的話我們可以有完整的專利家族 那等等會記到就是我們目前專利有一個功能 叫做前按的分析 我們可以用一個按鈕來去做前按的分析 那我們也有所謂的就是 我們把每一個文章 它的裡面的概念 就把你把它整合起來 好 那還有就是每個物質 這邊文章的每一個物質 我就幫你把它寫出來 那甚至於就是說 你可以從物質下面的一個角色知道說 這個結構在這邊可能是 或者是討論的是合成製備啊等等的 你可以從這邊來去知道 更了解知道這個文章 那最下面是所謂的就是配方 也就是說 這文章有提到哪些的配方 你可以從下面這邊來去知道 那再來就是 基本上就是專利的話你有這個功能 就是你可以把它專利打開來 那你可以做所謂的線上閱讀 那所謂線上閱讀好處就是說 像有些時候你去看一些文章 它可能有一些像代碼 可能中文名稱啊等等 那你沒辦法把它轉成結構 所以你可以透過SciFi的這個 瀏覽器人來去把它 進一步的去知道是哪個結構 所以那當然還有我們的強項 就是我們可以去搜尋物質 那物質 物質其實其實你可以分像是 物質的名稱搜尋 結構搜尋 或者是物質的性質做搜尋 像是我們現在可以做到 像是假設我今天去找 像我可以指明 某個結構有沒有在某個疾病裡面 有哪些的發表 那我們就可以很快的用疾病加上結構 或者疾病加上名字 來去做綜合性的搜尋 所以每個 這所講的就是每個case number 就是代表一個物質 那這些物質呢 都代表就是說 它有哪 我們就把它寫下來 然後它有哪些無音線 哪些反應 哪些supplier 我們就把它清清楚地把它寫下來 那一樣就是說物質的話 我們也會把就是 這個物質它可能 有哪些實驗性質 哪些的光譜圖 哪些生物活性 那我們就把它一無一無一無 把它寫下來 好 那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也可以用結構搜尋 去做 所謂的就是 Marcus Database 那這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說 你今天想要知道 這結構有沒有在 在別人的專利的權利下 那我們可以用這種 結構的搜尋去查詢 也就是說Marcus Database去查詢 那這個東西 另外一個叫做 專利 物質的專利地圖 那這個物質專利地圖等等 我會大概花一點點時間 介紹一下 就是說我可以用 所謂的物質專利地圖 我會知道就是說 我這個核心的結構 哪些公司它發表比較多 發表的狀況怎麼樣 那方便我呢 來去做 來去 來去 知道就是說 我可以 我也可以用這個結構嗎 那這是另外一個就是反應 就是我們比較強項的 就是我們會把每個反應的 條件 把它寫下 把它放出來 那你可以用左邊 像是我可以用四劑 融劑 簡單地去做篩選 好 那再來就是 像合成步驟我們也有 像是文章中 有些時候你可能查照 某個化學反應 那你可能要去把文章拿過來 然後去做合成 那現在這邊是 就是把它 一無一時的條列式的 把它寫下來 那你可以 可以更好懂的 來去做這個化學反應 好 那 另外一個功能就是 我們有一個叫做 逆而成分析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可以把 全新的結構 或者是椅子的結構 Unknown的 或椅子的結構 跑到我們這一個 Plan裡面去做 那這Plan呢 它就可以去用我們本身的 Database來去做一些預算 那運算出來 它會跟你講說 你要怎麼去合成它 會比較有效率 比較省錢 好 當然這個是我們 跑出來的一些結果 也就是說 這是一模樣人做過的 或者是這些步驟是預測的 那 預測大概多少錢 然後產率大概多少 那這是我們目前 可以去做的一個平台 好 那 這個是 但是 因為現在化學有些時候 涉及到就是生物序列 那我們現在也把一些 生物序列搜尋的功能 把它放到SciFi的裡面 那叫做 Bio Sequency Search 那等等 假設最後可能我會介紹 就是因為 因為這個領域比較少人做 那 這是Bio Sequency Search的結果 OK 那我們有所謂的就是 供應山資料的搜尋 好 那 那 這也是新的 就是 有GHS 危害標籤 那再來就是 分析方法的話 就是 你可以去查 假設你今天有興趣 是某個物質的分析方法 你可以到我們的分析方法平台裡面查詢 那 它會把 它的SOP 就把它 把它放出來 也就是說 你今天可以 假設你要找某個 儀器的分析方法 它就把它 它就把某個文獻 把它的SOP 把它統整出來 OK 好 那再來就是配方 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我可以 假設我要找某個 某個膠 或者是某個化妝品 它的功能 那我可以用 配方的功能 角度來去做搜尋 那或者是我可以從 像可能 隱規點 也就是說想要知道某個藥品 它 它有沒有把它做成相關的一些配方 等等的 我可以從這配方 從隱規點來去做查詢 所以 這些配方呢 基本上我們就是把 每個產業中的配方 幫你把它整合在這個表格裡面 那大概有幾種分類 產業嘛 然後 配方的目的 然後 配方還有分所謂的 像是固體啊 粉狀啊 季型啊 液態啊 乳液狀啊 等等的 那還有分公司 所以你可以從 從這些呢 大概很清楚的去找到 欸 可能我要做某個功能的 目前有哪些的配方 好 好 那 這個是我大概 簡介就是 Sci-Fi的目前大概的一些 細項的功能 細項的功能 那 我直接到這個平台裡面 然後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好吧 那 在介紹之前有人有問題嗎 就是剛剛 我今天比較想聽哪個地方 就是比較不會浪費你的時間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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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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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沒關係 我們先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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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質搜尋開始好了 物質搜尋 那 我今天大概先從這種 這種假設像 像我現在先舉個例子 就是這個 REVMAR這個 這個 這個結構 那這個東西是做多發性骨髓流的一個藥 那 假設你今天 我今天就是 假設你今天在做 我可能先去找 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這很直覺 這東西是什麼東西 所以 你可以在 物質裡面去查詢 那你可以在 物質裡面去查詢 那你也可以在 文件裡面去查詢 那 假設你今天在 物質裡面去查詢 像這邊 我們就把 名字很直接 去做搜尋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畫的 那等等我們再介紹 畫 再去介紹 畫是怎麼去畫法 那當我今天用這種東西 去查詢的時候 所以今天查詢完之後 你可以看到就是 像這個東西 它目前 它目前有八千多個文獻 然後 一千多個反應 然後 一百零二個就是 供應上資料 也就是說你想要買藥啊 這邊是有它的 供應上資料的 那 在更細項頂級進去之後 在細項頂級進去之後 你可以看到就是 這裡有這個物質 目前可能 缺缺的法規 然後 它的一些實驗的性質 然後 它實驗的 可能輕捕碳譜 Ir 輕捕碳譜 IrMath等等的 那 再往下是 可能 這個是比較生物方面的 就是有SAR ADMV 跟TASI的資料 跟TASI的資料 那 這東西目前是在 血術界是可以 應該說可以用的啦 那 你可以看到就是這邊 假設 我剛才講的 多發性骨髓流 這東西 多發性骨髓流 有哪些是 構效效益 我可以用一個 就是多發性骨髓流 然後這邊就會把它的 關於多發性骨髓流 SAR的資料 跑出來 那當然這邊一樣有 ADM的資料 好 那 再往上是 這個是比較常用的一個功能 就是假設我今天找到這個結構了 那 或者這個物質 那我想要知道它有哪些文獻 這很直覺 所以我就點選reference 所以 像這些reference 你可以看到 目前這個reference有八千多個 八千多個 那 那記得就是我一開始有講 就是說 我今天找到這個東西 我們有一個功能就是 我可以做角色的標籤 也就是說 我今天這個東西 我可能 我可能我要找 有沒有人應用它 對不對 有沒有人 分析它 有沒有人製造它 對不對 所以 你可以用 我們這個叫做 Future 來去 更細項的去做分類 細項去做分類 其實要講 假設今天我這個東西 我就是想要知道 是 有沒有人把它做 做製造 製造 所以製造的話 你可以點選這個叫做 preparation preparation 製造 製造又有分幾種細項 所以製造像是 有些人是 合成的製造 對不對 那有些人他是 所謂的叫做 工業上大量的製造 所以有些會分 那 甚至於像現在又有分 就是有些是 bio的製造 用發酵的方法去做製造 所以 你可以從這邊的話 來去細選你所有興趣的一個角色是什麼 好 好 那 假設我今天選一個叫做製造 製造 或者說選一個叫做 應用 use 所以你今天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這邊use 我把它filter一下 所以在每一個 像這邊在每一個文章中 我把它點開來 我把它點開來 這邊 物質這邊 這個文章下面這個東西的角色 就會有我剛才所講的就是use的一個角色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方法來去 來去 加速 你找到 找到文獻的一個速度 那還有一個就是 現在 點擊到reference這邊 那我這邊大概介紹一下我們reference 有哪些的篩選 包含就是文章的種類 我們也包含了像 language 包含了年份 包含了 公司別 包含了 配方的目的等等的 那 這裡有一個叫做filter by 那有一個叫做is good 那filter的情況下 你去按它的話 就代表就是end filter的情況下 按它就是end 所以這邊我把它end 所以它就把它限制是 是pattern 那當你今天在這邊把它is good 就代表是我不要某個東西 假設像是我這邊不要 假設我到2000年最大值 所以就代表是我不想要2000年之前的文章 所以這邊就會出現的是2000年之後的文章 所以這邊就會出現的是2000年之後的文章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就是我不要某個條件 就是not 那你回到這個module就是end 那這個東西 這個filter behavior 它會在文獻 也會在物質缸那邊 也會在反應那邊 都會出現 都會出現 你說這個嗎 如果 如果你今天 原本signify的內建就是你按完之後 按完之後它就幫你filter了 但是如果像我現在 因為我後來有做一個個人化的功能 也就是說我壓了兩三個 我不想要時間那麼趕 壓兩三個我可以再自己按filter 那這個功能在這個右上角 有一個叫做人頭像 人頭像有一個叫setting 這邊有個setting 那因為最原本是因為我們沒有用 就是你按完之後它幫你filter了 但是有些時候使用者 他可能有好幾個要一起按 他時間上來不及 所以你可以選擇這個把它開起來 就變成是你自己要去按一個apply 對 那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這邊有一個叫做客製化的一個 客製化的一個reference的介面 也就是說下面這些篩選的行為 你有哪一個東西你覺得很不常用 或者是有哪一個東西你覺得 我通常都是用它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的排序拍得比較上面 拍得比較下面 這個是可以去用個人的一個account 來去做setting的 好 那我回到上面這頁 好 我們剛剛所講的就是說 我現在會帶大家就是 因為每次你去做搜尋 你有可能有用這種A邏輯 B邏輯 C邏輯去找到某個答案 對不對 所以假設像我現在找這個結構 然後我就是要找製造的方法 製造方法 所以我這個製造方法總共在這個地方 我找到的是166個 166個 所以我這時候呢我就先把這個東西 我可以把它存下來 我可以把它存下來 那怎麼存下來 那就是你可以去像 像我剛剛有一個 像我剛剛有一個 166 166個 應該是166個 應該是166個 166嗎 這個166 好 那既然你在Syfi做的任何搜尋 你都可以把它存存下來 那存下來我們還有一個功能就是 假設167 寄通知給你 然後每個禮拜 跑一次 每個月跑一次 有新的文章 它就寄通知給你 那你可以去做分類 也就是說我可能 我做了兩三個案子 我做好幾種搜尋 那我可以把它做所謂的叫TAG 所以像我現在把它儲存下來之後 那這個就是這個結構 然後目前的自備的方法 總共有166個 reference 所以它就到你這個平台了 所以這個平台呢 就是 完全就是你個人的一個管理的平台 你可以feelter標籤 你也可以就是 啟動就是 有沒有新的文章 要不要通知你 那你也可以到你的通知的這個地方 像這邊都是我自己去設定 有通知我的 有通知我的 那 所以現在我剛剛把 我剛剛是把這 這個東西的 preparation 我把它儲存下來 166 166 好 那我現在再回到上一頁 就是說 剛剛我們有講 就是這個結構目前的化學反應 有1887個 所以我可以去把 像這邊 這邊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東西目前的所有的 reference 所以你可以把它 假設我要討論 就是製造的 把它當作 product 總共有 500多個方法 500多個方法 那當然 左邊這邊是 就是等等我反應會介紹 就是你可以篩選 一樣概念 就是你可以篩選 四季啊等等的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先把這些506個 把它的reference 把它全部把它交出來 所以這reference有124個 所以我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說 剛剛166個嘛 那這邊124個 我可以用這一種 交集的方法 來去找交集 也就是說 像124 166 然後 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會用 所謂的各個角度 或者是有些時候 我下了很多種關鍵字 然後來去確保 我今天找到的尾線 是比較完整的 所以我就會用這種 A存下來 然後再跟B 所以剛剛 所以這樣代表就是說 有可能就是多了兩篇文章 多了兩篇文章 就確保我文章查詢來講 會比較完整一點點 這樣大家知道意思嗎 就是你可以用 Combine的這個功能 Combine這個功能 那Combine這個功能 也在這一個 這邊有一個 Combine的功能 右上方這個標籤 書籤這個圖案 下方這邊有一個 Combine的功能 也就是說 這個話是 你所有儲存好 A跟B跟C 所有儲存好之後 你可以一次性的 在這邊去選擇 Combine A邏輯 B邏輯 C邏輯 然後你可以用Combine 那你可以用 A邏輯 B邏輯 C邏輯 我只要找交集 我只要找排除都可以 OK齁 可以嗎 Combine的功能 你都可以按個Save 那Save這個名字 是你自己可以選擇的 那你也可以把它做一個標籤 你也可以設定新的資料通知 那Save的話 你可以在反應做Save 你可以在物質做Save 你可以在reference做Save 都沒有問題 那Save完之後 你可能Save兩個 或Save三個 那兩三個之後 在右上方這個書籤的地方 然後左下角這邊有個Combine 那你可以把你可能 你之前像反應 我做了兩三個反應 我可以去找交集排除都可以 所以這功能性是 就是各個的搜尋 都可以用這種Combine的功能 是Save Save在你個人的平台裡面 沒有的話我就繼續往前講 好 那在這個第三個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Supplier 就是供應商資料 對 那這個供應商資料 是在SciFi的目前 我們的 在我們這邊做付費的供應商 在我們做付費的供應商 所以 這些供應商資料 你可以選擇像 純度 包裝材大小 然後 Rigid也可以選擇 Rigid也可以選擇 那基本上每一個供應商資料 點擊一下 點擊進去之後 它都有它的 完整的 Content Information 網頁啊 Content Information 那當然就是說 有些人 他可能會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可以去下載 Excel 檔 那下載 Excel 檔 意思就是說 我把這些Filter 檔 的 Supplier 然後 我把它做一個表格 我把它做一個表格 好 那 等一下 那基本上在SciFi這邊 你做任何下載 就是 這邊都會出現一個視窗 然後 你就跟他講說 OK 好 那下載完之後呢 那基本上這邊就會有他的 每一個 這個藥品 他的聯絡的訊息 所以有些時候 可能我們以前可能就 欸 聯絡完之後 可能就請台灣的一個 agent幫我們去處理啊 或者是他其實 他也是可以直接買賣的 好 把它給關掉 好 那再來就是說我要介紹 就是畫結構啦 就是 結構的畫法 好 我要介紹結構的畫法 那結構畫法就是 像我們剛剛在首頁這個地方 有一個 有一個畫圖這個功能 畫圖這個功能 那你就點選這個畫圖這個功能 對 那畫圖這個功能 像 你可以在這邊 像 一般像我們比較常用的 Case Number 那或者是每個結構 它有Smile Code Inch Code 你可以在這邊 把它按 貼上 貼上這個代碼 那 Smile Code Inch Code 你也可以在CAMDRAW裡面 你也可以在CAMDRAW裡面 複製貼上也可以 那你也可以在CAMDRAW裡面 可能假設有用CAMDRAW 你也可以在CAMDRAW裡面 儲存稱 這兩種檔案 ameral檔案 和cxf檔案 然後你都可以從這邊去做 讀取 OK 那這是一般 就是畫結構的一個 功能 功能在這邊 你可能有ATEM 你可能有SHOWCAR 你可能有所謂的就是Variable 那這些大部分都可以符合你可能百分九成以上應用 就是說假設我R1我要清對不對 我R1 然後我要any highlight 然後我可能又點擊一個SHOWCAR 所以R1就代表是這個R1 這代表R1 那你可以就是跟他講 就是我要接在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位置也可以 這樣沒問題喔 好 那基本上這個功能大概是 這個是應該說過去20年 我們都一直用這種功能 那現在有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說我可以設定叫Fragment 好 那Fragment什麼意思 就是說 好 舉例來講 假設像這邊 這個是Template 那我先把我之前 我個人的Template放進來 那你們也可以去設定Template 就是你比較常用的結構 你可以儲存好之後 然後upload一個叫CXF 那他就把它放到你個人的Template裡面 好 那我現在要介紹一個就是 舉例來講 假設像我可能畫這個結構了 畫這個結構 然後我希望的是這個結構或這個結構 或者是很多的光能機啊 都在這個R2 那傳統的話就是像傳統是這 這個Helite Variable 這些是沒有辦法符合的 所以我就可以在這個R2這個地方呢 R2這個地方呢 我就可以去下面還有一個拉起來 叫做Fragment這個功能 那這個功能因為我還沒賦予Fragment定義 所以他不會出現 所以我要到這邊 有個叫Fragment這個點 我可以跟他講說 我這個地方要Fragment1 Fragment2 那這是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說我可以到這邊 那我再把Fragment1 Fragment2 把它定義在R2裡面 好 所以這時候我就可以去做 做結構的手續 好 到這邊沒問題 好 所以我現在換完一個結構 好 那如果今天單純的我換結構之後 這邊會出現一個視窗 那如果我就直接的去按搜尋的時候 他就會去比對這個結構 或者是這個結構的有沒有什麼取代機 有人有做的 好 那所以他這邊你可以看到就是 他跑出來就是Extra有153個 那Extra意思就是這個結構 或者是這個結構的同分購物 或者是他的眼淚 他就把它全部跑出來 然後把它跑出來 所以你可以一樣可以在左邊這邊 去做一些蠻簡單的篩選 像是重量啊 光能機啊 這類的篩選 那你當然你也可以去 這邊下面這個是Subscribe 那你也可以去用一個叫 Makush Search 也就是說我想要知道這個結構 有沒有人把它放到專利的權利下 我可以頂級這個 Search Pattern Makush 那他去搜尋的話他就會去找 他就會找這個結構目前 被放到專利的第幾項權利項裡面 所以這個最主要是 我可能做這個材料 然後我想要確認這個材料 有沒有侵犯到別人的專利的話 你可以用這種方法 好 那我現在這個物質這邊大概介紹完了 有任何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我們可能用介紹到 關鍵字啦 因為關鍵字相對起來比較多人用 有嗎 沒有 有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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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好 好 那我們來介紹關鍵字 好 那 一般來講就是說 其實我介紹關鍵字 我會跟大家介紹就是 你可以在右上方有個叫做HELP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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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HELP呢 基本上就是我們這個操作的一個指南 指南 所以你可以到這邊有個Search Sci-Fi的N 這一個 好 那因為我們現在要介紹的是 我們介紹的是Reference Search 所以我會去點擊這個Reference 好 那 我會先介紹大家去看一個叫做 這個 布林語法這一個 布林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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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所以 像是 我們這裡有些例子就是說 好像 有些時候你可能會下某個字詞 有個字詞 有個字詞 那基本上在我們的搜尋引擎裡面 它就是 這個字 這字的複數型 然後 同義詞 廣義詞 它就把它當作是一個搜尋邏輯 然後 然後 你可以再用AND 再下另外一個關鍵字 好 那你可能會問說 其實我們電腦也會去比對 假設你今天下這個字跟這個字 然後他通常會去比對大數據來講 哪個同義詞是比較相關的 他就把它往上面移 往上面移 那你也可以 剛剛設一個叫做quotation mark 也就是說 你今天不要複數型 不要同義詞 你就是要這個字 那你這邊也可以用一個叫quotation mark 也就是說 你可以加一個雙引號 在頭尾 那所以他就必須要是這個字 然後 其他的拼音方法就不會有 就不會有 這ok齁 ok齁 ok齁 不領語法在 在help裡面 help裡面有個reference search search reference 那 你再往下面這邊有個叫做search operator enter m 這個 and not or 然後quotation 然後我們也可以用所謂的瓜糊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我們也可以用所謂的 這個是比較專利在搜尋的 就是我們也可以用 ycar search 那ycar search指的就是 你可以在 在sinefighter的 reference search 或者是在物質搜尋裡面 你可以用信號跟問號 這種搜尋法 那信號就代表0到無限大的字母 問號就代表0跟1的字母 好 那舉例來這邊有些大概例子 就是說 adsor 信號就是代表這些字 像 alum 問號 因為問號代表0跟1 所以 鋁 鋁離子 它就會把它當作搜尋 ok 好 那我到這邊 好 那當你今天在下這種關鍵字 你 我這邊再講多一點 我這邊有一個叫做 less come less come 那less come的意思就是說 它提供你就是 某些關鍵字 它有哪些上外語下外語 同一詞 相關詞的一個概念 好 所以 像這邊 像這邊 你可以輸入像 你今天要查的那個東西 它就會把它的 概念跟你講 好 舉例來講 假設像這個是一個某個詞 多方形骨髓流 我就假裝用這個詞 好 那我這邊按貼上 好 那所以這邊就會把它可能有相關的 相關的字詞 它就會把它推薦給你 好 那你可以按一個叫 such concept 這個字詞 好 such concept 一個字詞 好 所以 它這邊就跟你講說 如果你今天在我們電腦裡面 搜尋像這個多方形骨髓流 它有可能 它也會搜尋這個字 這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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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些字詞 它都會去做搜尋 所以 這個工具最主要就是幫助你去知道 就是說你今天輸入的這個字 我們電腦還會去做哪些的搜尋 好 好 那再往下這個是broad turn broad turn的意思就像是 具體想像 像 像 Toyota 它是一個車嘛 對不對 那你car就是它是比較broad turn 那頭它是比較broad turn一點點 那再往下就是還有再往下一個叫broad turn的一個字 所以 這個字詞它會搜尋哪些 那這邊會推薦給你它 上位詞 下位詞 然後相關詞 相關詞 所以 這東西最主要就是 當你今天下這個字詞的時候 你想知道它上下左右 還有哪些的詞彙 那你可以用這個工具 來去下更精準的一個關鍵字 知道我可以嗎 所以 當你今天 假設我可能原本不知道有這個字詞 或者我不知道有這個字詞 它可能更narrow turn 或relate turn的時候 我可以跟它講 這個 Light Train的這一個 我可以把它 Light Train把它當作一個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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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做搜尋 所以 簡單來說 Light Descon這邊 會比較 幫助你去下正確的一個關鍵字 幫助你下正確的關鍵字 那 在你會下這個關鍵字之後 在文獻搜尋呢 它有一個功能就是搭配結構 也就是說你想要某個結構 在某個關鍵字 你可以這樣搜尋 或者是 某個結構 它可以 加上 它可以加上 哪一家公司 哪個作者 那你都可以從這邊去 去按 OK 好 那我現在就假設我今天下一個關鍵的Cancer Drop 那 我就可以去 當然我剛剛有介紹就是我可以 我可以end某個字詞 end某個字詞 那當然 我可以再加某個關鍵字 那如果我不加 那我就是直接的去 去打 去打這個關鍵字 好 所以 這是我用一個關鍵字詞去用的 所以 一般來講 你可以去更改 就是 它的排序 它排序可能是相關性 或者是你也可以排序 就是它被人家Citation的Number 那你也可以去排序 就是比較新的發表 比較舊的發表 那這個 Citation這個是我們的收入的號碼 那 左邊這邊是 就是 像這邊你也可以再用剛剛的 再去做一個關鍵字的收學 那你也可以在這邊去用 Document Type 然後Language 公司別 來去做 來去做一般的一個 來去做一般的收學 那 一般來講 學員可能就是我今天找到某個文章了 我今天找到某個文章了 我先把它用 Geno好了 有兩種情形 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找到某個文章 那這文章是期刊 這期刊 那 這邊是期刊 那 期刊 你點擊進去之後 有些學生他可能會想要去取的原文嘛 所以 在Sci-Fi的這邊 基本上每一個界面都有所謂的 像這邊是有他的 他的 這個 Dy number 你可以點擊這邊 然後就到這個期刊 就到這個期刊 那 那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左邊 這邊有一些工具 就像是 我們 我們會去做 計算 就是哪些文章 跟他是比較 similar的 reference 那 往下這邊是 他文章有提到哪些的概念 對 那 這邊有個叫做 Citation Map Citation Map 那 Citation Map 指的是 就是我從 這個結構 應該說這個文章 然後去expand 他的Citation的狀態 好 所以 像這邊 Citation的狀態 我已經expand完了 那 你可以看到就是 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這篇文章 你覺得 真的是 跟你研究蠻相關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就是 去看 就是他這張文章 他Citation 哪些reference 所以 紫色的是 更 早的文章 那 綠色的話就是 他被 哪些citation 綠色是他被 哪些citation 那當然就是說 你可以在左邊這邊 再去做 一系列的篩選 假設像是 我要篩選 可能這系列 有某個作者 那我可以再去 把它做一個filter 那他就 只會集中是 某個作者 他的文章而已 那當然你也可以 再去從 這邊 假設這個文章 你覺得還不錯 那你可以從這邊 再去 再去增加 你所謂的expand 那每篇expand 過後這邊都有一個 都可以再點擊這邊 那這邊就會到 我們sci-fi的這一個 文章的介紹 的介面 那我再回到這個 那還有一個就是 我要介紹的是 期刊 我要介紹的是 專利 那一般專利來講 一般專利來講 一般專利來講 就是 這邊有所謂的就是 叫做 pad and pack pad and pack 那他的好處就是 我可以像 像這一個 我可以在這邊做viewer 我可以在這邊做viewer 那 viewer的好處就是說 我可以 從這邊 從這邊然後 假設某個結構 我有興趣 我就從這邊一個一個去點 然後增加就是 我可以比較快的去看 這邊文章 好 好 那 還有就是說 我們在每篇專利 我們也有多一些 新的方式 包含像是 這邊有多一個按鈕叫做 前按的分析 也就是說 假設這篇文章 你想要去 前按的分析就是說 跟這篇文章 發表之前 跟他技術啊 應用啊 比較相關的有哪些 你可以點擊這一個 好 點擊這一個 那這時候他就丟到我們的 雲端去做計算 好 所以在你這組帳號的首頁 他就會 產生了這一個request 好 那當然結束之後 你就可以按 就是有哪些文章是他的前按 好 OK 好 好 那 我剛剛是大概把就是 文章 應該說reference 一下關鍵字 大概介紹一下 那當然就是說 你也可以就是 關鍵字搭配 結構所選 也就是說我希望的是 某一個結構 它能出現在某個關鍵字裡面 或者這結構衍生物 它可以出現在我的領域裡面 所以我可以用 這種就是結構搭配 我們的所謂的就是 關鍵字的搜尋 來去做搜尋 所以我現在就是某個結構 1690 它是符合 這個cancer drug 那 102k 它是符合這個結構加衍生物 都在這個致詞裡面 OK 到這問題嗎 好 再來要介紹就是 我們剛剛一開始有提到就是 我們文章中有另外兩種功能 就是說 配方的功能跟分析方法的功能 對 所以假設你今天 你想要找到某篇文章 你想要知道它的分析方法 那這邊有個叫analytical method 這個 這個analytical method 這個analytical method 意思就是說 假設像我現在找到 我是做分析的 那我今天找到了某一個 好 我找到某一個 像是 這個是一個分析的 一個發表的 一個 的 文章 對 那 我可以 像這邊 當然我剛好介紹 可以取得原文嘛 對不對 那取得原文 我可以去看它的操作方法 以外 那下面這邊有個叫做 有個叫做 有個叫做 enicomesis 這一個 那 這個是把這篇文章 像這篇文章 他寫了 寫了 蠻多的內容 蠻多的內容 那但是這篇呢 這個是把這篇文章的分析方法 把它整理下來 把它整理下來 也就是說 像他這邊 他做了蠻多的一個分析的流程 那 因為通常這些分析的方法的 其他 它的 操作上面來講 就是 就是操作 它的分析沒有把它統整得蠻好的 所以我們就基本上是把每一個 操作的分析方法把它整理下來 所以你看到就是我可以 跨到另外一個平台叫 enicomesis 那他就是意思就是說 像這篇文章 他用了哪些的儀器 和condition 然後缺效 他就把它寫在這邊 那當然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有獨特的 化學結構 你想要去 或者是化學的分析 你想要去查詢有哪些分析方法 那你也可以到這邊有個 enicomesis 然後直接的去 直接的去查詢就好了 就像這邊我查詢到兩個方法 那我可以去把兩個方法來去做 來去做比較這樣子 那這個是分析方法的部分 那當然就是說你也可以 另外一個叫做配方 那配方的話就是 學術業比較少用一點點 少用一點點 那無論我大概跟大家講 有這個功能 就是說像這邊 每個文章 把它點擊下面 好 點擊下面 那點下面的話 這邊有一個叫做 formulation 那 formulation 那 formulation指的就是 這文章可能用到了哪些的配方 然後又幫你把它整理下來 可能用到像這文章的page 第幾頁 用到哪些配方 那我也可以到這個叫 formulas的database裡面 去細看就是說 剛剛我找到的這個文獻 它的配方 它的配方的操作的方法 是什麼 所以我可以從這邊頂級過去 這邊會有它的 這個配方的操作的方法 或者它的實驗是怎麼做的 OK 那當然 當然在配方這邊的話 你也可以去 針對配方的功能 然後配方的隱規點來去做搜尋 隱規點來去做搜尋 像我可能我有興趣的是某個結構 某個物質 它有哪些配方 所以我點擊它 像這個東西 它的配方 我就可以點擊在一個叫做 formulation 那這個配方就是跑出來 OK 好 那最後我要介紹的是 是 化學反應的查詢 那介紹之前到這邊有問題嗎 relation的查詢 他在接下來 沒有問題 現在 輸的 没有问题 所以要继续介绍relation 因为每个文章有多少会有些反应 所以我们里面科学家一样会把反应 把他index 一个反应师 所以像我今天要把某一个结构A变成B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直接的画 假设我今天要画这个反应 对吧 我可以在这边画个箭头 所以他就会称成是relation 在这边的话我可以用一些筛选 因为其实像我如果直接去找这个反应 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去找这个反应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个反应 它eftra是20个 20个 但是下面这个叫substratual relation 它有蛮多个relation 但是就是有些时候有可能是 像这个你就可能会怀疑 它是不是这个酸变得很轻 很有可能 因为这样就很有可能 所以有些时候你就会可以到这边 到这边来去赋予它一个就是标签 Aten的标签 Aten的标签 那做Aten的标签呢 所以我们就会去 去筛选出来的结果 就会一定是这个结构变成它 但是 但是因为最原本 应该说最原本我们 去index反应之前 我们没有把每一个反应都做一个 就是有效的做标签 所以 这边的话你会看到就是 这边 有些反应它是Mapping是有效的 有些反应它Mapping是没有效的 但是不代表就是没有Mapping的话 就不是你的答案了 那左边这边的话就是一般的筛选 就是像产率 然后四季 催化剂啊这些 这些简单的筛选工具 这边的话有一个叫做Protocol 实验的Protocol 那实验Protocol指的是像这些反应 下面有这个叫Protocol 那Protocol有分两种 一种叫做 一种叫做Signancy Methods 另外一种叫做实验的Procedure 那 这Protocol呢我把它打开来看 那原则上这些Protocol就是 那原则上这些Protocol就是 我去把 文章的方法 我们把它整理成一个详细的 操作的SOP而已 好 操作SOP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来去取得 好 那反应我大概介绍到这个 那最后我要 应该说没有 反应的话我还要介绍一个叫做 Near层分析 也就是说你今天在我们这个系统内 你看到的任何的一个小分子的结构 好 看到这种任何一个小分子的结构 你都可以去按 按Near层分析 好 所以像这边 我这边任何的结构 我有兴趣他人家怎么做他的 我就按他 然后 这边有一个叫Star Resource Synthesis 所以这时候我就可以跟电脑说我要往前推三步四步 好 那 那计算 也就是说 他会去分两步 一种 分两种 一个叫做一模一样有人做的 那另外一种就是没有人做 但是我用data去support他可以这样做 所以data support的话 你这边可以选择我的data是普通的data 还是很少人做的data 好 那我可以跟他讲说我第一步就断这个键 然后或者是保护哪个键 那这时候他就丢到我们的云端里面去做相关的计算 相关的计算 那计算 计算的话他大概会分两个程度的计算 就是一模一样有人做的 大概是 大概应该是一分钟以内他大概就会计算完了 像这个就是一模一样有人做过的 他已经计算完了 那这边会跑一个叫做圈圈的 所以是预测的话是还在计算当中 好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这边有人做过的 代表就是说像这一步 其实这一步目前有人做过 光第一步有28种方法 目前这个方法是一个evidence 那这28种方法你可以在这边 你可以在这边再去选择 再去选择其他27种的方法 那这些方法目前都是有publish的 有publish的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再等他跑一下 然后去选择像这边 我可以选择像这一步 像这个就是一个evidence 我可以选择他 我可以选择他 那他就会去再去往前去看 就是 那evidence 因为我一开始有设定 是计算到四步 所以如果你这一步 他或往前又有他觉得 你有逆而成的一个价值的话 他就会一样会呈现出来 但是最多就是四步 像这边 1 2 3 那当然如果你对于这个结构 你还想往前去计算怎么合成的话 你一样可以这边再去多一个叫逆而成分析 那这个的话目前 他就跟你讲说 这一个步骤 产率38 然后价格大概是多少 价格大概多少 那预测的话还在跑 预测的话还在跑 那预测的话就是说 可能就是这个结构他去拆解 他去拆解 然后没有人做过 那拆解 那可能这个核心反应是对的 但是旁边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就用大数据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是可以这样子去做的 所以我去把 我之前可能有做逆而成分析的 给大家看一下 预测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这边有个叫resource synthesis 我去按一个apply 好 所以在这个 我把它开起来 好 所以像这一个 这个预测的是 这个就是一个全新的结构 全新的结构 只不过就是说我们用预测的方法 所以这预测的方法 我去开另外一套 好 废一下 像這一個 我把預測按開啟 所以它可能原本有 像這個 它原本可能是三種方法 那這時候預測開啟來 它就變成是15種方法 那有些的方法可能就是 像這些是 這些預測的 然後它跟你講就是 它平均產率是多少 然後它的Evidence是多少 平均產率是多少 那這個是我們的逆二層分析 那最後要介紹就是 就是說當你今天在Sunfire登錄之後 在左上方這邊有三個點點 這個是我目前所提供 給全球的一個平台 那目前你們可以用這個平台 叫Safi.express 所以剛剛你可以用這個去查詢 分析方法 然後這個東西你可以去查詢 像配方的資料 那其他的這個是可能一些 比較專利的一個搜尋工具 那最後我要介紹的是 有人有興趣去生物序列嗎 OK好 那最後我們要介紹的是 生物序列的一個查詢 假設我今天查詢 生物序列來講就是說 基本上每個物質它 應該說有些物質它是生物的序列 它是生物序列 它沒辦法用所謂的就是 結構方面來去做查詢 沒辦法用結構查詢 屬於來講 假設像這個核磁品 這個核磁品 那當你今天你在Safi.exe上面 找到一個叫核磁品這個東西 它其實是沒辦法 像這邊結構是沒有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它下面這邊 下面這邊是有Sequence Detail 是有Sequence Detail 那當然就是說 你可以在Safi.exe這邊 你可以複製這個叫做Sequence 然後來去查詢 哪些結構跟這個Sequence 是很類似的 或者是要可能有 或者是一模一樣的 是一模一樣的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 像在這邊 像它的序列在這邊 那當然這邊我們會自動列出來 跟它有哪些 有比較相關的Sequence 哪些 總共五個 那我已經把這個叫Sequence One 這450個 我已經把它複製下來 那我可以到這個地方叫做Sequence 裡面去做搜尋 那我們的搜尋方法有三種 那一個叫做BlackSearch 那BlackSearch呢 我可以去把好像 好像我現在都一大串的序列 一大串的序列 那我的搜尋是Protein 然後我要搜尋的是Protein 然後這時候我就丟到我們的 伺服區做搜尋了 做搜尋 所以 我就可以把這個結果按個View result 因為它已經算完了 因為過往會算很久 我去開一個歷史的Sequence Sequence Search 我開一下下 沒關係 那原則上Sequence Search 它等等出來 它會 它的樣子就是類似像這種樣子 它可能 我今天丟了這個序號 這查詢的 然後這個是Subject 它可能找到了 它可能找到了 一、兩百個 一、兩百個 那我可以在右上方 去做一些排序 也就是說 我可以去找一模一樣 Identity的 有多少 然後我可以從上面去做排序 那 左邊的話是一般的篩選 可能像我剛剛丟1到450 然後我想要1到450 完全符合的話 或者是我允許它 它找到東西 可能是1到500 那我可以用左邊的這些篩選 來去做一些篩選 那找到的話 它基本上就會跟你講 我Corey是什麼 我的Subject就是我找到的東西 那中間的話 就是如果沒有Match的話 它就用紅色的字 紅色連線幫你把它標出來 那 找到了詳細哪個到底哪個結構 它這邊就顯現的是Subject 然後它有哪些Reference 它就幫你把它 顯現到這個Reference的裡面 那我再到這個地方 去看它有沒有標示出來 沒有 再等一下 好 那 我最後 它大概介紹一下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回去 今天回去 然後你有一些問題的話 你可以到這邊 有一個叫做 CS.org裡面 那基本上這邊的話 就會有我們更完整的一些資料 也就是說更完整的資料 包含像是 假設今天我們介紹的是專利 專利或文獻 到底是哪些專利或哪些文獻 會放到我們的資料裡面 你可以按這個叫Pattern 這個叫Pattern 這個叫Pattern 那這個Pattern的話就是 它就會跟你講說 我們目前大概有哪些的Pattern的Coverage 等一下 Pattern 可以玩Refense好了 還有我們的網頁 常常在改 所以 這是我們目前的 他會跟你講說 目前我們的Refense 目前的收入的狀況 收入的狀況 那我也可以帶到Support這個地方 像 如果現在有興趣是關於Sci-Fi的N的話 有興趣關於Sci-Fi的話 你可以到這邊 有一個叫Training的一個地方 那這邊就會跟你講說 假設我們剛剛沒有介紹到一半 就是像這個叫Sequence Search OK 那Sequence Search的話 它也有分享 Modi Search CDR Search Brush Search 等等的 那你可以點擊像這個 這個 那就每個介紹 它大概就是一個 蠻短的一個小影片 就是我們之前有做一些線上的課程 那一個蠻短的小影片 所以每一個地方 每個介面 它都有相關的一個收入 應該說有它的一個收入 內容 對 那 我看一下 還有什麼 那 最後 應該說最後這邊有一個叫做 如果你在Sci-Fi上面登錄 然後有一個叫Help 我們剛好介紹就是有Help這個地方 那 你可以有一個叫做 這邊的話就是 你可以點擊這個叫AboutSci-Fi的N 那這邊的話會把就是近期 近期就是有哪些的新的功能 哪些新的功能加進來 像9月11號它加了一些新的功能進來 你可以從這邊去大概去看一下 就是說 因為原則上就是每一個月 就是會有一個新的Update 就功能上面的Update 當然我們資料是每一天都在Update 每天都在做Update 這個還沒跑完 好 好 到 有任何問題嗎 或者是今天哪個地方覺得 講太快 或者是想要知道哪個地方更多的一個訊息 應該當然講就是說 NCBI它當然有可以做Block Search 沒有錯 那只不過就是說我們目前 我們CS有自己的Data CS有自己的Data 那你可以在就是在Sci-Fi的這邊 你可以在Sci-Fi的這邊 你可以在Sci-Fi的這邊 你可以在Sci-Fi這邊 那像這個Block Search 這個或者CDR這個Search裡面 你可以頂級就是 固定性BI跟我標NCBI的Data 所以你頂級它當然就是NCBI跟我們Data 兩個它都會呈現出來 好 這是第一個 對 那 還有一個就是 我不確定NCBI能做 這個是CDRSearch 還有一個叫做MultiSearch 我了解MultiSearch NCBI沒有辦法用嗎 目前有這三種的搜尋方法 好 那 如果想要知道就是 MultiSearch的搜尋方法 封印方法 這邊有一個 因為它是需要一個 就是一個Call 去做搜尋 那 你也可以用 像這邊是屬於 就像是 我可以用 假設我某個東西 我想要它 必須要是的 然後它必須要是準確的 那前後我不管的 那我會推薦用 所謂的就是 用MultiSearch去做搜尋 也就是說我想要至少要 準確有多長 或者是哪些Call 它必須要在前面 然後 或者是我可以允許某個東西 某個 再加某個氨基酸 我可以再用這種分子 用這種叫做MultiSearch 那 我會建議就是 我目前有一個 如果關於生物序列的影片 當然就是我剛剛所介紹的那個小影片之外 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影片 就是我們 我們錄製好的一個影片 對 那我看一下那影片在哪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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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點擊一個叫做Webinar Webinar Webinar 那Webinar的話 基本上它就會根據各個主題 去錄製一段 就是 嗯 關於你這個主題的 怎麼樣 一個搜尋的一個Webinar 好 那 我看一下我記得有一個叫做 有一個叫做 Sequencies的一個Webinar 那 它是屬於就是你可以 可以去看它的 對 在這一個這兩個 那或者是在這邊有一個叫Traine Traine 那因為剛剛有 我們有沒有見到就是像 呃 CDR 好 或者是Modi 那這邊就會去介紹ModiSearch的一個 那這邊就會去介紹ModiSearch的一個 RR 這個會很大便 如果找到 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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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 作为两个选择的两个选择 我们使用同样的选择在6位置 然后我们不需要 但是 还有其他问题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今天课程非常谢谢 点栏目 那有關這個資料庫 三代的資料庫 如果您是客後或是之後再使用 如果有遇到任何的問題 也歡迎您跟指揮官來聯繫 那我們就是在這邊可以來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那我們今天客人也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so these mismatches are represented by a red line in the graphic and actually by a red highlighting in the alignment details I'll say I wanted to focus on the perfect match only and don't want to see the other sequences in my result set so what I could do to achieve this is also bring up the alignment identity percentage to 100% and so finally only focus on the perfect match if we want to obtain all references for this particular peptide we can click on references in the sequence record and that will actually bring up the references in sci-finder n 251 of those and we can see we've obtained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and also patents I wanted to focus on hamster cell lines as animal expression models so I can use the concept search and search for CHO for the Chinese hamster all them offers here the input of three sequences the order of the input matters they are searched in the order as you enter them so I will change the limit to 20,000 I recommend starting with the upper limit and refine them later by applying